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今天呢,是要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新奇的一个玩具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Rainbow Loom 它是一个彩虹的皮筋编织板 用这个皮筋编织板呢,我们有两种 一种呢,是这个小圈,是这个山蓝色 另外一种呢,是我们的浅蓝色的那种 然后它是一个普通的彩虹皮筋编织板 然后旁边的那个呢,是我们的Alpha Alpha皮筋编织板 然后我们的普通的呢,是可以就是用普通的皮筋替代 然后呢,你也可以是那种比较就是 普通的也可以就是在市面上就可以买到 然后呢,这个我们的Alpha皮筋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了厚 它的那个宽度呢,是更宽一些 然后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圈圈呢,是更小 然后大概呢,半径呢,只有我们淡蓝色的一半那么长 然后对比一下它的拉伸度,可以发现我们的普通皮筋呢 是更加的长,也就是普通皮筋的延展性就是弹性 要比我们的Alpha皮筋的弹性要更大一些 在我们编织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现这两个很明显的不同之处 等会我们会介绍给大家看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Alpha皮筋编织板 然后用我们的Alpha皮筋,然后就可以在上面去编织出来 非常好看的一些图片,或者是一些非常好看的手链 都可以用我们的编织板编织出来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用过我们的这种皮筋编织板 嗯,现在呢,就是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如果要用普通的皮筋呢,去代替Alpha皮筋的话呢 就需要我们的普通的皮筋呢,去给它双一下 就是一根皮筋变成两根皮筋来用 然后我做了两个实验,就是我的两个样本 然后这是我做的两个心 嗯,这边呢,是用我们的Alpha皮筋做出来的 然后这边呢,是用普通的皮筋做出来的这个心 嗯,这个心呢,这个就普通的皮筋呢,我是用双骨做出来的 然后这就是它们的一个样子 嗯,我先把它放在一块给大家看一下 长度呢,大小呢,是差不多一样大的 然后再,嗯,普通皮筋呢,是有一点点相对来说更宽一些 因为有一些皮筋呢,我们是用了两倍的那个宽度 然后这个Alpha皮筋呢,它因为它本身的宽度就比较宽 所以这里不适合再把我们的皮筋再双过来 更何况呢,如果你把它双过来之后呢 就更加不容易去给它拉这个拉伸它的皮筋 所以它不太好弄 所以它这个Alpha皮筋呢,只是适合于它单骨用 嗯,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这个,嗯,蓝色紫色的心呢,是双骨 就像我们在这个包装盒上可以看到 我们包装盒上呢,也是这个双骨 嗯,这个Alpha皮筋呢,这个是单骨 因为它看它那个小V就能看得出来 当然了,这个现在不要求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它到底是双骨还是单骨 这个呢,我们会在接下来视频当中呢,都会告诉大家 慢慢教大家是怎么样去勾这个皮筋 嗯,之后呢,你们勾多了 自然而然就知道它应该是怎么样的双骨或者是单骨了 首先呢,是需要我们把这个皮筋呢,放在我们的编织板上 然后就给它放在这里,然后同时呢,我们还要需要用到我们的勾针 然后就像这样,然后用它勾针呢,给它勾过来 比如说是勾一个这样的X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步骤 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用把它编织七次 然后七次呢,然后就给它放一个这个,叫什么 嗯,中间的这个导线,这个蓝色的那个皮筋呢 它是一个连接皮筋,它可以把所有的七根皮筋呢,都连接起来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像梳子一样的,这么耙子一样的,这么一个塑料的耙子 把我们这边七个粉色的皮筋呢,同时给它绕到另外一个编织钉上 这个时候呢,是有一点点费力,相对于力气比较小的小朋友来说呢 可以借助于爸爸妈妈的帮助,来在他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完成 有的时候呢,如果你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弄到一半 就像我这样,用我们的勾针把它,借助于我们的勾针把它给绕过来 这样也是非常的方便 嗯,小朋友呢,自己呢,也可以做到 这样也是没有问题的 在用我们这个耙子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不要勾住自己的手 然后因为它这个耙子呢,也是比较的锋利 然后把我们这个白色的连接瓶筋呢,放到中间 然后这个时候呢,又可以用到我们这个淡蓝色的这个耙子 把我们的两边的皮筋呢,稍微向下拉一些 然后这个时候呢,不是要勾粉色的皮筋,而是要勾我们蓝色的皮筋 下面的蓝色的皮筋呢,是要往上勾 也就是说,要绕过我们粉色的皮筋呢,穿过粉色的皮筋 然后把它放到上面去就绕出来 不知道我的表达有没有表达清楚 在这里呢,就看我做就好了 嗯,这样比较方便的话呢,是我们的耙子从上往下 一个一个的把它绕进我们的皮筋里 而不是说同时七个皮筋一起绕进去 从上往下或者从下往上呢,都会相对于七个同时来说 比较容易一些,并且方便一些 然后我们可以利用它这个杠杆原理 然后在后面给它翘起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再往后拉 这样的话呢,会非常的方便 就不需要用太多的力气去就是拉这个耙子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 稍微的这个粉色的皮筋呢,给它往上拉 或者是把我们蓝色的皮筋呢,往下推一下 这样就能方便于我们等一下在拉的时候 单独的把这个蓝色的皮筋呢,拉出来 对,就像这样 然后从上往下给它穿进去 一个一个穿进去 这样的话呢,就会好穿一些 然后按压我们上面这一排 你看这样的话就都出来了,是不是?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一排就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们就要把所有的那一层一层的往下这样做 其实呢,这个步骤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的简单 然后都是一个单一的重复 如果你们对这个编织感兴趣呢,也可以订阅我们的视频 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视频道就会推出 相对应的最新的视频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点一个赞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